他说:"除你以爱,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爱,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无的。 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也无话,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祂一切的作为。 让我们今天认定这位神, 是独一无二的神。 除祂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神, 可以来到爱无。 让我们好好的预备好好的心, 来到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同一站立, 我们用诗歌来歌颂我们这位主, 这位神。 我歌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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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唱歌, 我歌颂你。 我歌颂你。 你唱歌, 我歌颂你。 我歌颂你。 向祢迎我 我可恣祢 为绝我祝祢 让祢希望 以从门我 我可恣祢 终于门下 又想来来 迎我从心 让我回想 救治恩典 使我歌唱 快乐不变 我可恣祢 只为祢告知 让我口诗 向祢向祢 我可恣祢 为绝我恣祢 让祢希望 以从门我 我可恣祢 值得祢祭 百分在家 海洋独悲 我可恣祢 我可恣祢 让祢祢 让祢喜乐 以从门我 让我们和祢跪下 安静我们的心 准备来到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唱 主在圣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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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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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定 祢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神 祢是尊贵荣耀 祢是美丽 祢是智慧 祢是那位 爱惜我们 更加愿意 在生命中 带领我们 走人生道路的神 我们知道 除祢以外 在天上地下 我们都没有 另外一个主宰 是值得我们去佩服 去爱慕 去敬拜 我们深信主 祢在我们里面 成为了 我们生命的中心 祢亦答应过 祢是会 带领我们 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不单止是今生 更加祢赐给我们 有永生的盼望 将来我们 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 可以与祢 同在 因为祢答应过 祢是永远 与我们同在的主 我们多谢祢 祢亦是我们 在地上 每一天 我们的人生 每一天所过的生活 祢成为我们的供应者 祢成为我们的力量 祢成为我们的帮助 就让我们 心中全然的 祢去依靠祢 跟随祢 给我们知道 有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就一无懼怕 纵然间我们有软弱 但是主 祢的恩典 是成为了我们的力量 祢的慈爱 祢的应许 成为了我们的保障 就让我们一生 在祢的内 得到主 祢给我们一切的祝福 也求祢 让我们能够有一份 很单纯的信心 我们懂得 如何倚靠祢 以至我们人生 有祢的恩灵 我们就跟随着祢 走上这条人生 光明的道路 我们多谢祢 今天给我们一同的相聚 可以与顶姐妹见面 更加可以与祢有个约会 祝福我们这段时间 有祢的恩福 在当中 来到临格我们 祝福我们 我们诚心的祷告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成名 求 阿门 我们一起来到公读主统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多尊你的名为成 愿你的国歌物 愿你的自然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一同的饮食 今日致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和我们免要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力空恶 因为国度 权柄 永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各位请坐 我们今天会唱一首诗歌 叫生命传属你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属于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 知道生命的一切需要 都有祂的帮助 有祂的带领 更加我们可以将生命 献上祂 成为一个活祭一样 得到神的祝福和使用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只有一节 有些人唱过 或者还没唱过 也不要紧 我们一起享受这首诗歌 也领受这首诗歌 给我们的信息 祝福和无能的帮助 愿着快信走生盖 信祈乎会再诗 请订阅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但我们心中有一个信念 如果这位神将生命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地上活这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要明白 这位创造者 这位接近我们 我们创造我们的神 他的心意是什么 免得我们自己在摸索 自己在靠谷 或者听人们说 应该这样做人做事 神已经很清楚 在圣经中 在这边将他的心意 将他对我们的人 那种计划 是很清楚的 啟示出给我们知道 问题是我们如何 可以 真是有一个 很明智的了解 就是这位神 他想你和我 如何养活我们这一生 明白他的心意 将看我们的双眼 擦看神的心意 然后我们可以将我们整个人的生命 来献上给这位主 我们再来一次这首诗歌 好吗? 一、二、三 照亮赛见监言 双眼描主 要睡眼 às寻笑 大家其他人 我说 我留持 产生 公讀 使徒順經 我信神 全民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主耶穌基督 神讀身子 由同征去瑪利亞受聖明驚人而生 在本雕比拉多 受罰受罰 被釘十架 受死 埋葬 葬到陰間 第三日從死女復活 聖天 作罰全能父實地有滅 將滅再立 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義公子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德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永生 阿們 又來有成年師班 獻獎一首詩歌 這首詩歌的名字叫 主使我得快樂 我信聖天 主使我得快樂 我信聖天 鐘 我聽說我信聖天 念聖天 宋子 lacking的謀本当聖,對利益 禁忍中… 一些人照相 祈求 三月室 旨行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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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自我形象 自我身份一个很大的影响的因素 第三个因素就是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制愈 很多事情我们似乎要面对这些现实的环境制愈的时候 很多的困难挑战 而我们也感觉到有很多失败失意的地方 而这些事情也是对我们自己有一种的看法就是 很多事情我们应付不了 或者我们做不到 或者我们甚至做错事 所以这些制愈环境 也构成了我们对自己的能力 对自己的智慧 对自己的一些我们人生很多的质素 我们觉得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够 也对自己的自我形象有很多的折扣 第四个因素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意识 如果你还记得 每一天我们都跟自己讲很多东西 其实你跟你自己讲的东西 其实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形象的看法 而很多时候我们与我们自己的谈论 或者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对话 在模型当中 是深入到我们的意识里面 是成为了我们如何看我们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反应 所有这几样的东西 我们都发现到 很多东西都不到我们去控制选择 你在哪里生出来 或者谁是你父母 谁是你什么性别等等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我们要接触的人 谁是你的同事 谁是你的朋友 很多时候那些人来你的时候 他会对你很多的影响力 也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 人的说话也不能够控制 我们的环境制御 天气好、制御好等等 这些东西来到 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和改变 更加有时候我们自我意识里面的下意识 如何看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都是受很多其他的因素 影响到我们如何看我们自己 今天 第五个因素 是一个最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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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因素 就是一个选择的因素 如果您还记得我第一次讲的时候 所有影响我们是一个如何的人的因素 就像你玩啪牌一样 当庄家给你啪牌的时候 你是不能选择的 你收到的就是这样 然后当你如何去玩啪牌 我不是教大家赌钱 不过啪牌本身的环境 里面的玩法和游戏就是这样 你收到啪牌之后 不能选择的 你说你不喜欢那只五仔 是什么不行的 牌都给你 你要看你如何去玩 或者如何去凭着你游戏的规则 你如何去赢 你只能够运用你手头上所拥有的这些东西 如何去做一个赢家 当然很多人说是靠运气 很多东西 但是原来今天 神给我们有一个好的消息 就是说 很多的东西似乎我们无法选择 可能是一个定局 或者是整定 或者有人说是这样的 人生是这样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灰 但是不是的 原来虽然很多东西 我们好像不能够改变 不过 今天所说的这个因素 一个选择的因素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选择的因素 就像你拿到一张八答卡一样 八答 你就是玩游戏的那些配牌 八答 八答就是说 就算你的点数不够多 你有这张八答卡的时候 你可以成为一个赢家 八答 你可以概括了 或者是override 或者是胜过了 所有那些好像 你正在输的东西 或者好像你无法去控制改变的东西 而这张八答卡 就是可以成为一个赢家的因素 八答 选择就是 你可以在很多不能够改变 不能够控制的底下 原来你有一种选择权的 神给我们人 有一个很特别的构造 一个很大的礼物 就是我们有一种选择的能力 特别是道德、信仰、选择的能力 动物是没有的 动物基本上是没有一种道德选择的能力 人能够有一种选择的能力 你可以运用你的选择 来改变很多的东西 当然,当你运用选择的时候 选择的机会、能力 可以是一种祝福 也可以是一种咒座 当你善用你的选择能力的时候 就是祝福 当你濫用或者妄用你的选择能力的时候 就是一种咒座 所谓妄用或者濫用就是 当你随随便便 没有智慧、很愚蠢的 或者很愚蠢的 作出一些选择的时候 那些选择之后所达来的后果 你会成为伤害你自己 或者伤害别人的一种很大的影响力 对不对? 如果你做任何的事情 你的选择是错了的时候 可能你会傲悔终身 有些的选择可能没什么所谓 你去生果店选择铲 可能你选择了一些铲 可能你选择了一些铲 咦?烂的! 不想把它丢掉?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的选择 在阿拉斯加有一个路牌 那路牌写明 他说 小心选择你的路线 因为如果你选择错了之后 200里之内 你不能回头 原来有些选择 可以有更大的影响 即是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你选择错误 你婚姻好,工作好 可能累你一生 神 似乎好像安排了一些东西 在我们人生里面 好像我们没得选择 也不道理控制 不过 神给了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给我们 就是祂给你、给我 有一种自由选择的能力 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 25篇第12节 他说 谁或者人 若敬畏神 谁敬畏神的 神必指示他 当选择的道路 即是说 如果你懂得去敬畏神 以神为神 心中有神 心中敬畏神 你就会去依从这位神 给你的教导和指示 当然神的教导和指示 启示 是一种智慧 是神对我们人生 一个好像人生的手材一样 指示我们如何去活我们的一生 如果你肯听 你肯遵守的时候 你便可以不用做那么多板 你知道神要我们这样活我们的一生 是会活得更加快乐 更加有意义 更加平安的时候 你知道了 不过当然 圣经里面说 是指示了你之后 你当选择 那个关键就是 你仍然要选择 有很多人知道 神的心意 神的指示 神的教导 你也知道 不过不肯去选择 不肯去行 当然 当你不肯去选择 神的道路的时候 你一样是一团粥 所以神已经将一个蓝图 或者一些很重要的原则 已经跟我们说 我们要这样活 这样做人做事的时候 问题 你肯不肯去选择 你能不能够作出适当的选择 或者很明智的 有勇气的去选择 神,我要跟你这样做 那个选择权在你那里 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四个因素 影响你和我的因素 今天我想讲两点 因为我希望详细一点讲一讲 如何可以运用我们的选择权 去扭转我们很多所谓的 不能够改变 或者我们觉得 运势啊,很不开心啊 为什么会这些东西临到我身上呢 我又没有办法改变 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来到的时候 真的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 没有办法去改变 不过 你有选择权 选择另外一些更加明智的方向 内容 第一 我们的身体 生理 真的 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 生理 很多的不满在里面 当然很多时候这些是比较的 也可以说 人的身体 是真的很不完美 我们这样的区学 这样的一个 面对人生 这个身体 加上很多的环境 空气的污染 很多人为的东西 是令到我们这个身体 有很多很多的 我们所谓的毛病 或者handicap 在里面 就算你的身体 包括你的身材 体质好 或者是男是女好 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 不过 你仍然有一种 的选择权 你可以活得更加健康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有时候 身体 这些外面的事情 我们知道 很多的事情 我们真的不可以去改变 不过 有很多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 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 发现很多的痛苦 我们自己在承受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你生得不漂亮 或者没有那么漂亮 或者不是因为你太矮 或者太肥 或者 其实这些事情 背后 都可能是你有一些的选择 选择得不好 是令到你的身体 有很多的事情 你要去承受 或者那种的痛苦 或者那种 你不如意的事情 很多时候 是因为你的选择 因为你的选择 选择得不好 而是 你要承受 很多的身体上 所带来的痛苦 有很多人 选择 吃零食 吃增阔 是吧? 很香口 有时候也挺吸引的 我记得 早前 我们星期五的团契 完了之后 通常我们有顶子妹 为我们预备一些茶点 其实 希望大家吃点东西 聊聊天 希望那个气氛 是一种很温暖的气氛 当然 不同的人 都带不同的茶点 有些是带糖水 有些是带cookie 有些是自己煲汤 有些人 带了一些带糖水 有一次 我看到他带了一包的薯片 我说 试一口吧 我平时也很少吃 试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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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口之后 开始口痕了 开始 咦?很香 拿完一口之后 接着拿去第二口 咦? 真的很好吃 接着拿到一堆 放在那里 然后自己慢慢弹 咦? 咦? 吃完了几快之后 那一天 就是上一两个星期 就开始没有声音 咦? 咦? 有时候这些东西 就是折制问题 如果你选择 喜欢吃这些东西 或者经常吃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是没有益的 可能令到你 声沙 或者热气 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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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自己 哎呀! 我有这么多暗瘡 或者有热气 可能就是因为 你选择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有些人 喜欢做 couch potato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整天坐在那里 看电视 坐在那里 坐在沙发里 什么都不肯 什么都不做 不动的 有很多人 你选择不动 可能你选择打通宵麻将 可能你选择看带 看通宵 可能你选择不运动 你选择不接触人 我见过有很多人 有时候我们都在说 哎呀! 出来团契吧 什么呢? 很多人 就是把自己团契在家里面 不出来 不接触人 不运动 不开放你自己 最终 就是什么呢? 你身体、筋骨等 全部都开始衰退 你不动 对不对? 你的毛病会多很多东西 血气等等 有些人就胃疾忌医 有病好 没事的 明天好回家了 休息日没回家了 胃疾忌医 到了拖长时间 病情重了的时候 你知道痛苦也是你 危机也是要面对 这些事情 很多时候是你的选择 有些人习惯遲到 对不对? 就算是 教晚宗也好 一样迟到 为什么呢? 你习惯了 你选择就是 未到够钟 或者未到那个时刻 你不肯出门口 或者你已经习惯了 做事 到最后 就临急临忙 就会影响你的心情 当你这些习惯好 有些人 有很多的习惯 有些人 他选择就是 我看医生 或者看完医生之后 可能拿到一些药 但你不服用药 有没有? 一样有 对不对? 到了真的有什么东西 你不吃药 你不休息 你不看医生 你不做运动 等等 到了有病理的时候 影响你的心情 心情不好 又会影响你的身体状况 身体状况不好 更加会影响你的心情 更坏 更坏的心情 更坏的身体 更坏的身体 更坏的心情 惡性循环 是什么呢? 你的选择 所以有时候不要赖 赖谁 或者赖神 我的体质不好 很多事情 当然有时候 有些人的体质比较差 一些 需要多些休息 多些補品 需要什么 但是很多时候 你能够选择吃得好些 你能够定期的检查 或者你能够 选择去运动 虽然运动 运动不是一件 或者有些人 我经常都觉得 运动是很辛苦的事情 不过 如果你能够 对神有一份敬畏的心 所谓敬畏 就是说 神啊 你如果 珍惜我这个身体 因为这个身体是你的电 在《格林多》的核书里都说 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电 要好的是什么呢? 保养顾色 如果你是敬畏神的时候 你会知道 不是单单说 吃东西睡觉 这么简单 其实我们的身体 吃东西好 做东西好 睡觉好 休息好 运动好等等 是为了这位神 按照神给我们的指示 好的保养顾色 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 这个身体可以更加有精神 可以更加健康 可以更加有种活力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身体 你也可以服侍神 侍奉神 如果你能够这样看的时候 你就会好好地 将你自己的身体 一些你可以做的 你可以在你的选择权里面 可以做的时候 你选择一些更好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选择 有几个原则 有些人选择什么呢? 我喜欢做的 是我的权利 我喜欢做的 好,那就可以了 你可以说 你想做就去做 不过 任何的选择都有什么 都有一个后果 都有一个责任 很多人在心里面 就是说 我喜欢做的 我想做的 或者我要做的 有些人很固执的 我要做就做 我想做就做 但是很少人去想 我应该做的 我应该做就去做 就算我不想做也好 我都应该做 如果你能够 从想、喜欢的角度 去转为我应该做的时候 我就靠着主的力量 靠着主给我的勇气 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就算我不想做也好 这是你的选择权 第二 说到我们人制之间 人制群体的因素 当然我们也说 当我们接触不同的人 别人对我们很多的看法 评价 声音 是来自四方八面 也都可以说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是会进入我们的耳朵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见 不同的人 对我们自己 或者对你 对我好 每个人 你都接收到 有很多人 一些意见 看法 评价 好了 问题是 这些人的声音 如果你不懂得去处理 不懂得去选择的时候 你全单接受 最终这些声音 就成为了你的自我形象 而通常这些自我形象 通常都是负面的多 都是低落的多 对不对 没错 人的声音 人的怎样说话 你无法选择 你无法控制 明白吗 我经常都说 人家的嘴巴是人家的 人家怎么想 人家怎么说话 你无法控制人家 就算你做得多好 也好 当然你做得不好 当然有人说你 你做得多好 人家也有很多批评 你很聪明吗 你拼什么 当然这些说话 你听完之后 你觉得不要太多事奉 一会儿被人说 我拼什么 这些说话 影响到你 人的声音 似乎我们无法选择 无法控制 不过你有权 去过滤这些声音 你甚至更加有权 可以将人的声音 加多你少少的判断 或者反省 然后你去聆听上帝的声音 更加健康的声音 是神对你的看法 神对你的接纳 神对你的爱 神对你的关怀 神对你的应许 等等这些声音 如果你懂得聆听神的声音 放在你自己心里面的时候 你心里面是充满了神 印证你的声音 接纳你的声音 或者甚至你做错事 神也原谅你 这些声音 在你心里面是很健康的 因为神 祂对你的看法 是非常非常宝贵 特别是在以倡雅书里 神曾经这样说过 我看你为尊为贵 以倡雅书43章第4节 我看你为尊为贵 所以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不忠用 但是神常常都跟我们说 我看你为尊为贵 我看你是我的义虑 我爱惜你 我的爱是不变的爱 是到底的爱 就算你做错事之后 神也说 你什么时候肯回来 我也是这样来拥抱你 来接纳你 如果你能够将人的声音 是这些负面 或者对你不利的声音 你过滤之后 你去选择神的声音 你有权去选择 你所接触的环境 或者你所接触的那种人群 可能有些事情不到你选择 但是 当你很清楚知道 你有另一种选择权 我知道有些人 有时候选择得来 是没有什么智慧 有些人就说 我们大家同声同气 真的好 大家做朋友 大家一起上上 等等等等 但问题是 这些是什么朋友呢? 这些朋友是否真的 提升你的生命的质素呢? 是否提升你的信念的质素呢? 提升你和神的关系呢? 因为在当中会破坏 破坏关系呢? 说很多是非非的东西 是令到你常常都感觉到 哎呀!人生真的惨了 或者这个人又不好 那个人又不好 好了 朋友可以有很多种朋友 不过 有些人不懂得去选择朋友的时候 就选择 埋堆了一些朋友 令到你心境好 或者你人生的方向好 人生的看法好 做人做事的原则好 可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可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影响你 但你可以有选择权 你可以说 我愿意选择一班 对我生命 对我的信仰 对我的灵性 对我的行事为人道德 或者我的思想观念 是正面的 是积极的 可以提升我 帮助我 生命的建立 或者我的生命的质素 可以建立的 你可以选择 一些这样的人 做你的朋友 或者做你的生命群体 你有权 当然我们现在教会 他一直在推行 或者鼓吹 你一定要有一个小组 我们已经推行这个小组 鼎姊妹也有很多 参加了不同的小组 我相信 你会体会到 当你在神的家里 有一班的人 大家都在神的教导里 都是学习神的话语 学习圣经 而我们有一班的人 大家都能够去学习神 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一起 大家彼此之间的生命联系 是正气很多 当然那边我们都有性格 或者不同的人 不同的思想 不过 当你真的能够找到一班的人 你是可以体会到 大家都是有一种彼此关怀 彼此支持 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大家都是有一个心志 希望大家的生命的质素 能够更加学习神 更加有神的恩典的时候 这班的人 可以成为你生命的群体 是你的选择 谁做你的朋友 你想和谁在一起 我经常说 有时候我们这些朋友 或者我们这些 和我们有关系 或者常常相处的人 那个关系 就好像你搭升降機一样 当你进升降機的时候 你的选择就是 你现在要上20楼 或者你要回到地楼 或者你的车爬在下面 你就要选择 如果你的选择 常常是带你去不同的方向 如果你的按钮 选择是按下方的 要去到下面的三层楼 那个停车场 你按下方的按钮 那个升降機就带你去那边 如果我要向上去 你就按20楼 朋友就是这样 你的朋友 是如何带着你上或落 你有你的选择权 但你选择了之后 你要负你的责任 弟兄姊妹 人的声音 我们可能没有可以选择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神的声音 朋友 或者你的圈子 或者你所维系的人 可能有些人没有选择 但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聪明点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 一些的益友 一些爱主的人 一些可以提升你生命质素的人 你的选择仍然在你的手里面 如果你懂得敬畏神 你知道找什么的人 成为你的朋友 成为你最亲 或者跟你一起生命 一起走走这条人生道路的人 什么人 是神所欢喜 或者是神所要你相处的人 你有权去选择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好好地运用我们的选择权 不要容量别人为你选择 更加不要让魔鬼在你的心里面 不断地做很多思想的工作 滲透一些不应该有的东西 而令你听到魔鬼的声音 然后你去选择魔鬼的道路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拿着这张八答卡 这张八答卡 可以将所有不能改变 不能控制的情况下 你有一种改变的能力 有一种转机的机会 因为你懂得如何做出 合神心意的选择 我们一首祈祷 天父,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知道主你 已经将你的话语 很清楚地来指示给我们的时候 主下荣耀我们 好好地定征在你身上 知道我们人生太多迷茫 太多混乱 太多声音在影响我们 如何行事为人 或者如何活我们这一生 求主你让我们 能够好好地选择 你 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神 你让我们一切的啟示教导 是对我们最有智慧 因为你是那位 关爱我们的神 你从来不会 点击一条黑路 让我们走 就让我们好好地定征 在你自己的心意 在你的话语上 让我们好好地知道 如何明白你的话语之后 我们能够有力量 有智慧 去作出适当的选择 决定 以至我们能够 走在你自己的道路当中 越走越光明 越走越有意义 祝你继续欣赞我们这些每一位 让我们心中能够有你 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 一路跟随着你的光明 来走我们这些人生的道路 求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生命求 阿们 好 现在我们有奉献 来到 继续我们的敬拜 如果你是未明白奉献的意 请你不需要参与奉献 恭敬将你的奉献袋 传给你旁边就可以 我们在奉献的时间内 一起唱一首诗歌 《上帝恩》 谢谢大家 《上帝恩》 要听得终 扬扬 主圣命 要给你上帝呀 神道喜全眼 神智少神 永彼妖望太陽 悔悼悲心碎至幾年 家宿盡淚抹光 愛某相子 愛心復唱 神大恩可同一 祈禱一二三 耶穌家眾人至聖明 遙隔記上帝人 神奪起千眼直少神 永彼妖望太陽 悔悼悲心碎至幾年 家宿盡淚抹光 愛某相子 愛心復唱 神大恩可同一 天吊呈祝福神 神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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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多謝祢, 因為祢是一位歡喜私恩憐憫的主 我們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但是因為主祢的眷顧、供應 使我們能夠享受祢賜給我們一切的豐富 雖然我們未必擁有很多其他人所擁有的東西 但是當我們知道原來主祢所給我們 是我們所需用, 亦是足夠的時候 我們便知道我們可以享受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求主祢給我們一個感恩的心 讓我們知道祢所賜給我們的一份福氣 不是應份, 但在祢所給我們的福份的時候 我們便開心心地領受 現在我們將從祢所領受的 我們真的擺上點點來奉獻給你 求主祢使用這些金錢 成為更多人生命的祝福 我們誠心地祷告, 交託感謝, 奉主的名靠 阿們, 各位請坐 在代表教會 歡迎每一位參加著崇拜的頂姊妹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第一次在我們當中的一些新朋友 我們可以來歡迎和介紹 後面的人沒有 好, 我們歡迎每個星期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同的與神相會 在跌著表我忘記了上星期的外宴 今天是沒有外宴的 我忘記刪除了 那麼, 時工小組 我們會在下個星期日 3月3日, 時工小組會開會 3點鐘在我家開會 請時工小組的人留心 春宴話劇 今天, 接下來的星期六就是了 OK 我們很感謝頂姊妹的努力 我們一起代討 我們今次的春宴 我們差不多近600人參加 感謝主 我們還有少許的位置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參加 今天, 你一定要在詩詩台上 購票, 或者交一些票 如果有些頂姊妹 已經拿到一些票 幫忙推介邀請 那些空的票 都請你交給我們 因為我們想每張票 去哪裏 我們都清清楚楚 避免有些票 我們收不到 或者是 什麼時候呢 我們不想到時突然 有一張桌子 突然有人來 但我們不知道 那張桌子是賣了票 所以, 就算你是空票 也好, 請你交給私募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那些票的座位是怎樣 如果你是參加這個春宴 首先, 請大家 請大家 給多一點時間 早點附會 好嗎 特別是 如果你是四點鐘那場 你早點回來 拍位就容易一點 不要太問 當然遲到更加不好 如果你是漫長的 原則上 我們是準時六點鐘來吃的 我們不會說六時公後 九時入籍那種 你明白嗎 如果你九時公後 我們會關會 因為我們跟著 那些聚會 那些時間很緊迫 所以如果你是晚上來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開車 我鼓勵大家開車 因為 夜晚 因為下午的停車場 已經有很多人 如果你早點來 找位等等 會比較好 好嗎 希望你可以開車 不需要 那些泊車 太過困難 記得 你來參加春宴的時候 記得帶票 我們認票 不認人 記得帶票 交給私事 招待 他們就會指示你 坐哪張桌子 如果你仍然可以幫忙 一些聚會的私事 我請你在私事上簽個名 因為兩場需要 多些人手 負責招待等等 請大家在這方面 可以協助 我們將會在4月6日 4月6日 晚上7時半 在我家裏有一個護友班 護友班 即是說 你已經上主 參加到基耀班 你要參加到基耀班 而你是受了洗 而你是想成為基石堂的護友 基石堂的體制 等等 即是比較內部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 你做護友 這間教會怎樣 體制怎樣 如果你想成為基石堂的護友 請給我補報個名 4月6日 7時半 在我家裏有一個護友班 請給我補報個名 好 那個船河 我們也將資料給予出來了 4月25日 我們就準備在夏威夷那邊 如果你想詳細知道的情況 可以在私事或者跟師母說一說 因為我們也要盡快進行 如果人數不夠 當然我們也會另行安排 但是如果你時間請假 各方面都可以 我都希望大家都珍惜這個機會 因為你是由三萬市出發 很少船在這裏出發 當然日期比較 船期比較長一些 但是價錢各方面 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而且很方便 如果你想參加 或者想知道更多的場景 可以跟師母聊一聊 好嗎 好 我們一同的站立 一起唱贊美士 吉他 祈祷 祈祷三位 康日真相 阿们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赴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上上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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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请坐 麦走之后 欢迎大家 到下面 《罗马饭堂》 我们有少少茶点 大家给予此文案 愿实祝福大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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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